好 我们到了村中心 美院教授回访山村 敬遇村林建坊纠纷 我这个腰杆有一点头 它就不头领 它就好了 我就从家里面跑过来 这里才能说 美玉改造乡村 助力乡村振兴 生意好的很 对啊 我想只有你住满了 肯定 啊 后来 对啊 见证本期播出 塑形与补鲁 记录故事现场 见证社会变迁 2015年 就是从清水河镇 小城镇建设的 这个项目开始 是郑村联动 由郑到村的 然后才有着这个 渝部村这样的一个 一系列的改造 这些红的这个 这个构筑物都是当时做的 这个装置作品 这条路对着的镜头就是 也是修路批的一个山 也是修路批的一个山 然后把这个山体也做了这个景观处理 然后也做了一个标志性的构筑物 距离第一次改造雨不露村六年后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吕品金又回到了这里 这个就是村标嘛 贵州群山中的雨不露村 位于自然形成的巨大天坑之中 2015年一直致力于乡村改造的旅品金 作为设计师 主导了雨不露村的美誉改造 整个村子的话 基本上都是最主要的建筑材料 就是这个石头了 好 我们到了村中心 你好 你好 我上车就没有看到你来 我们再找 对 这不这个 这个有疫情嘛 也不方便 你好 你好 这是你家的 嗯 于不露村中150多户村民被称为天坑人家 村寨中的石屋 古树 河道等 动辄就有上百年的历史 鱼品金对村寨第一次改造的重点 就是构建村寨的整体封面 拆除与周围环境不协调的屋面瓷砖 利用当地天然食材修气墙面 建设公共空间等 对于很多村民来说 鱼品金已经像自家人般熟悉 这后 刚一进村 就被一位村民拉住 诉说起刚刚发生的一场争吵 他想要解决的那个问题 我这个豆腐之前的忙了 我这边腰杆有一点头 你养好 你看 他要把这个豆腐做好 我不好意思了 你今天过来瞧瞧衣着你 小城 他也是姓城 我也是姓城 他这是你带工 我家那个顶着是吧 一上来 就住三十公分了 他就不同意 他就跑了 我就从家里面跑过来 对你猜他说 他拿着做菜 看一看 去看看 可以啊 他下面吹一块砖 吹二十公分高 就像那一样高了 就从上面吹上三十公分 他没有商量好 我刚刚说他就跑了 我就过来这里 他就不踩了 对 那就是说 好 我们先去看看 我跟他说一说 我们先去看看 看看是什么问题 村民陈明高 有着做豆腐的手艺 为了把做豆腐的过程呈现出来 吸引游客 跟进服务的团队 为他设计了豆腐作品和销售台 需要拆掉他原先的一堵砖墙 换成石头墙 争吵的起因 就在这堵石墙的后包上 他这里 要打灶 打一个灶灶了嘛 打灶 打个灶 改一间房子 改一间房子 推豆腐 嗯 大家现在又觉得 如果你用大的石头 你来把我家这个 你占的过多 我的院子本来就小 石头是打不出你这个 对 它只让我们的人 弄那么一小条 不是 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只让大家弄那么一小条 你这个车的话 开进来是没有问题的 已经给你这儿留了三米 就是这个石头啊 原来这个五面石啊 非常好 你不要把这个五面石给它包掉 这个五面石以前是花了相当的工夫 把它弄平的 你现在这么好看的五面石 你再拿这个碎石给它包起来 这不就浪费了这个五面石这么好的这个 这个效果啊 对一万不说 它这个是木头给你做的一个 售卖的一个柜 是吧 这个也好改 也没问题 再说三米肯定没问题 我给你保证 还有三米一嘞 那就好了 还有三米 我跟你说好了 那些砖都给拆掉啊 拆 要有协议它应该如果是愿意来参与我们这个建设 它应该是要服从总体的规划 是是 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要补充一下 要不然它这个 这种分歧在旅品经最初实时改造时就普遍存在 旅品经努力把握乡村文化根脉 试图让村民的日常生活 起居劳作都融入到艺术审美之中 从而激发乡村经济的活力 公共空间功能都是尽量的把这种类似于这种类型的房子给它消化掉 对 这个它特别影响整个村的这个景观 然后它自己又没有钱再去这个完成 像他们家现在跟他们协商的就是 这个厂院这边给它做成泳池 好不容易新盖没几年的房子 却要铲掉墙皮或瓷砖 在气上不起眼的石头 村民们怎么也想不通 旅品经当年反复与村民沟通 这样的讲解与说服一直延续到现在 家里来客人啊 以前们在外面做点活路啊这些 最近人们就是娃娃又小老年年纪也大了 想开哪里又开不到 赶紧在屋台把老人工作做好 把这个民宿农家楼开起来 资金问题啊以前我也整个 我们看看你的你改造的这个 这个18年就弄好了嘛 对吧 以前改的老年人他就在里面喊他整理 你整个整理的啊 我记得我上次来的时候都很真气 很感人 对对对 就是我现在就是刚我搬到上面去住了 老人也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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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年纪大了 也很不起他就 你也得把他安排好 也好的东西他就 老人老人的生活你也得给他安排好 对吧 我们都跟他说了很多的 我就是说我 我说 叫他不要住什么了 我说我在那边 我说你住在那边 他说 他老人就是思想嘛 想着我一个人 也是 我看他 上次来我看他还在地露 卖花生啊 卖瓜子啊 对 其实你家 让你父母把这个周围的环境收拾干净 是吧 然后能够接待游客 他这个这个收入比他卖这个 卖这个花生人 卖瓜子 这个我觉得收入会高很多啊 因为他在那也一天也卖不了多少 现在我就跟他说一下 就是说我搬在上面住了 我现在把这边收出来 有人来住的话他收点钱就可以了 就是说嘛 对啊 那住在那边 因为游客来到这边经常问 他有很多都不知道 这能够住 对吧 你这条路过来 去那个那个地露 就要路过你们家门口 这个这个岔路口 你要在那个岔路口 立一个 那个这个能住的一个牌子 对吧 游客不就会过来问 2015年美誉改造后 宇布鲁村已经成为3A景区 曾有电视节目 将宇布鲁作为取景地 知名艺人当时就住在村中的茅草屋里 茅草屋是吕教授带领村民用街杆搭建起来的 他生动地告诉人们 就地取材 乡村资源再利用 也可以打造出既环保又美观的标志性景观 他们现在都不在这住了吗 三兄妹有时候会回来 但有时候也经常是在外面偶尔回来 所以这一楼的打算就给他做成 就讲的那种公共活动空间 老百姓你愿意参与到这个事情 就来这边公共活动空间 这样的话呢 也是把住宿这个问题解决一下 这等于是这个用政府的平台公司 或者是外面来的这个运营公司 把这一块运营为这个村里的民宿的一个 一个叫管理的一个或者是公共性的空间 对 集中了一个民宿的管理 然后呢 包括他们的房间都可以帮他们 分配嘛 就是这个地方像是一个前台式的 酒店的前台 前台嘛 这样的话那个有游客来了 然后把这个游客的资源 往张三家李四家去安排 然后还是这里比较的 老百姓的幸福指数他们会觉得比较高 大家都不愿意搬出去 这个是 这搬出去也不行 我们也是定了这个思路 搬出去何来的乡筹 能够有空余的房子拿出来 但是当地的老百姓愿意在这儿住的 还得给它留下来 留下来才能够延续这个传统承诺 要有人 对 要有人气 传统承诺 这个思路是对的 就不是说我们有资本进来了 我们把人就全部都牵出去 还是说把旅游和生活 两个结合起来 你编的是我们成长的这些东西不 对啊 是啊 你都忘了我了 你现在年纪大了 你就记不起 想起来了 现在又过来了 你编我们再次的歌曲 歌曲 编没有 唱吗 唱 你可以啊 我知道 他唱歌也唱得很好 他会唱 他会唱 我一期三个泡 三个泡 三个泡泡就倒泡去 嗯 你也要过来 游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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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给你家 给你家喊着你扁你超海 扁草鞋 你这个草鞋平时还打不打 平时打不打超海 打嘛 需要打嘛 也打 村民陈云已经八十高龄 除了会即兴唱山歌 还有打草鞋的手艺 你好 在准备做中饭 这个是很时髦的鞋子 制作草鞋的原材料 取自当地山上的棕榈树 用棕皮的棕丝部分 纯手工编织成草鞋 穿这种草鞋 爬坡下山脚下不打滑 如今各种鞋子的选择多了 草鞋也就被大家当作装饰用工艺品了 咱们这个陈云老先生 他这个手艺 就是你一般游客来 他是不知道这个情况 对吧 人家不会冒昧地就闯到人家家里去 其实他应该在这个门口 挂上这个草鞋之家的这个牌子 最好呢在门口呢 再有一点这个展示 他的这个草鞋的空间 哪怕一个很小的一个橱窗 然后呢再进到这里面 他就会吸引人去进去 盛展动吧 你看这个我们老师给你画的 你提意见吧 这个我是觉得这个编草鞋的工艺 这还不够 这不一定是画你啊 只是画这个编草鞋的流程 他说的是编草鞋应该在腰上吧 按照于不如这个村 这个陈老先生的编板 他刚才说要绑在腰上 天天坐边的茉儿山 茉儿叫这个小平山 茉儿叫这个小平山 孤人孤下的风军山 孤人孤下的风军山 对墙体的宽度达成一致后 陈鸣高的豆腐房改造 开工了 不成想因为工钱的问题 双方又起了争执 把那个钻墙也打了嘛 是吧 这个什么时候都会弃完啊 这个钻墙什么时候弃完啊 我的不知道 你不知道 他们说给一千八百块钱 叫我自己吹 我说我自己一千八百我吹不下来 他们像这样吹 要吹三千八百块钱左右 我给他们算他们的工程嘛 那不一样的呀 这是你自己家的事啊 我自己吹 我不是跟他吹成这样 我一年他们吹下来 那是啊 人家外面的人来当然是 又要来这又要吃又要住 那当然这个成本就高了 这是你自己家的 那当然你的成本就低一些嘛 你多少你还能够挣到钱呢 不让我说他小工钱要走四千多啊 他说一句话他就走了 他就不说多话 我还不是怕他开玩笑 说一句话他就走了 你等他说你自己搞 一定要搞下来 我就好说啊 我说一句他就走了 那就是人家非得要这个 这个肯定很不客气的说 你自己搞你就搞了 给你钱搞你还要提条件 嫌价格这个低了 嗯 是不是啊 嗯 原来这多好的事 你自己做做 然后还有还有钱 做了嘛 不做了不做了不做了 那赶紧弄啊 他们都不要我弄啊 他们自己弄啊 不要你弄 你要价那么高 人家怎么可以 能够人家怎么输得了啊 想不想 我有的价值还低过他们的一两千的 嗯 他们这样做来还要高一两千的 那人家有人家的工期安排啊 对吧 人家工人也请来了 对吧 工人是来啊 对啊 进来了人家就要付钱的呀 给人家住啊 嗯 可以把钱收得好了 行了好好配合赶紧弄 弄完啊 对吧 不得跟他们说啊 这个这个 叫他们快一点 这种政理啊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改造的这个团队 都都那么 帮助你 啊 你得配合 你得做好服务 在这个 你说的是可以的啊 对 只是说他们做小工的人 现在有点 生性不高 所以你 人家排他都要慢一点啊 嗯 慢慢的啊 你得做好服务 人家是为你家在做事 你不要老盯着说 这做不好 那做的不好 你应该是 这个小工人家在这工作 挺辛苦的 你该给 送点水喝 送点水喝 对吧 该钱休息 钱休息 因为别人是在为你家做事 我不用说他们做点好不好 嗯 他们家伙他们争钱 有个时间我还收他们烟啊 这样我不收烟 我都收他们烟啊 这就对了 这就对了 对 应该这样 嗯 本来是可以他自己做的 啊 但是这个 这大爷觉得这个 工钱少了 他不做了 啊 还说这个啊 你又不又 38岁啊 你这个故意说的吧 我28 我看你这么年轻 啊 对啊 说大了 好 好 我们走了 哦 在里面坐下 就好 不做了 不做了 坐下嘛 哦 不做了 不做了 在里面坐下了 不做了 等你弄好了 我再来嘛 哦 可以的 哦 嗯 可以的 哦 哦 整个风貌上我觉得都是 还是继续沿着原来的这个 方向在 我们来的时候他也是经常跟我们讲 但是您在这边的设想 嗯 在这边打造成什么样 嗯 他们也在教我们 嗯 我们因为刚刚来嘛也不也不好直接打扰你 嗯嗯 那没事 整个的外面的风貌应该还是保持它很传统的风貌 但是内部的话还是要提升 对对对 让它现代化改造 哦 哦 我说 我们这个既结合传统承诺保护 又结合现在的乡村整形 作为一个点推 这个打造出来 我们这个现在正在一步一步的更好的提升 哦 对啊 这个当时的想法是因为 还是这个整个的平整度坡度太多 坡度不够 就是坡度的话太陡了 他就人不太好的聚集了是吧 对 想着如果是这边想要把它做成那种休闲的 能够歇个脚 喝点喝点茶喝点咖啡饮品这种 对 所以后面就考虑 还是就是把它弄得平一点 放平了之后以后那种流动的一些桌子呀 可能对可以 好要摆放一些 对 因为以前这里就是 就是还是可能我们当时赶工期呀 各方面原因 它的平整度是不太够 但是主要的材料还是以石头为主 就是石头为主之后 可能下一步把那个植物布进来嘛 像这个位置的话 这边是一个 也还是那个 这里倒是一个固定的石垫子 嗯 但是那边的话呢 会有一个那种可以弹脸吉他的那种小舞台 嗯 然后在这个位置做一个 也是用那个瓦 瓦顶来做一个水吧台 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 这两年与补鲁的游客大大减少 这地牢 我们刚从这边过来的 一会再进去吧 对 我们没有进寨子里边 每一家有自己的褐色 然后又当地的民俗 是实际上是我们更关心的 更喜欢的地方 而不是说上来就是 就是太商业化那种 老板娘子 这是后来他家建出来的 这个就比较好 对 这是小木屋的感觉 这是他自己 自己招收的 这还是还是蛮不错的 分析 白马干净了 这是我觉得这个推理 还算是比较有品味的 我觉得你楼上那个房子 改造的还是很有意思的 你觉得 我看陈毅还是很有品味的 陈毅人很喜欢那个 你也很喜欢 我也喜欢 你也喜欢 对啊 我也喜欢 我们家长点地点有限 是不是没有办法 记得我 我上次有一次来 还住过你这个地方 是不是 你也是住 你没有在我家住个啊 没有啊 没有住个只是说 只是说你有时来 我们家长 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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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我想住 你住慢了 肯定 啊 后来 对啊 你们家这个客栈是什么时候开始开的 我们家这个客栈是15年 15年不是刚开始打造我们这个 对 15年改造 嗯 改造以后你们就做了 那我们就开始做这个 所以家里老人也拿钱去 他们做这些事 之前的是贴起刺卷的嘛 贴起刺卷嘛 他们一个时候是要来把打 二十号六月中都过来的嘛 嗯 都过来的 嗯 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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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 要把我们家楼梯嘛都要开大 嗯 真一号 一月之二年了 一过一都是满的 像这一过一 学生房价都是满的 都是满的 都是满有吃有做啊 那几次来 1718年啊 都是满的 王英明和丈夫是村里最早同意做民宿改造的五个家庭之一 2015年改造完成之后夫妻俩的民宿生意就越来越红火 蛮开心的嘛 现在把我们这一头你看旅院长在把我们这一头打扫得不好 肯定都开心啊 是是 我们现在在想法以后小夏的更在想法 都还是 嗯 大家都很满意的都感谢旅院长过来 最近可能疫情影响都需要好 就是这个疫情影响太大了嘛 疫情影响 这一年吧 这一年就要太淡了 我家的 这是你家的 嗯 这不就用上了吗 你看 嗯 嗯 而且就是我是觉得可以在下面弄一点那个那个木地板啊 然后这个游客来了可以走下去 坐在下面吃饭也可以啊 嗯 做好这个环境 哪个他熟是满的吗 那也还可以 我觉得也还可以 哪个有 嗯 在这个树下吃饭多有情调啊 嗯 这个牌子应该是 挂在哪个线子上面的 对 挂在线子上面 然后你最好在那上面 也挂一个 在我们两个小木房吧 哎 那个那个你的那个亭子上 挂一个那个 这个客栈的这个房子 你要不然这个这个指示就挂在这儿 人家以为是真是这家的客栈 这一家 对吧 人家走到这儿来 然后那边又马上有一个 一眼看到的那个标识 然后人家就会下去 要不然你这个很多游客都走丢了 本来是你们家的客 对 对吧 你就走走到别家去 这是土鸡那个 柴火鸡那个 吴云江是第一个接受旅品经餐馆改造建议的村民 改造完成后 他原本在外打工的儿子乌龙 决定回家乡和父亲一起开餐馆赚钱 这个顶顶都得要换 原来这个都是采钢板的 都要换成是木构 木结构 然后这个瓦点 因为这个是原来是比较简陋 当时父母说 你去外面打工 然后在外面认识的人 然后人家不可能跟你回来 然后你又没啥收入嘛 然后就回来 回到这边认识我女朋友 就我媳妇 认识的时候 他说你不可能一辈子打工 然后他说你找点事做呗 就这边又刚好在发展嘛 就这个契机 然后就去做弄了这个 刚开始弄的时候 心里还是很稀的 不知道弄得好不好 嗯 你是哪一年开始弄 18年 18年 对 18年7月份 18年7月份开始做这个 当时改造之后 这边每天都有很多游客来玩 能理由 然后所以的话就是说 感觉还是挺好的 当时做的话就是说 因为游客不怎么多嘛 就是说这个生意好不好 随便是 然后做下来的话 整体的话 刚开始效果还是挺好的 刚开始我们家 没有挨脚鸡 我们家做的鸡就是普遍上的 就是大家市场上都有那种鸡 就是现在餐馆都有的那种鸡 但是做下来的时候 生意虽然好 但是我觉得没前景 时间长了就做不下去了 这样做的话 后面就是有挨脚鸡 就是新衣 它这个挨脚鸡 在新衣都有三百多年历史 嗯 然后就是通过政府 他们引荐说这个挨脚鸡 品质各方面都很好 然后我们就专注于做这个挨脚鸡 然后一直做的话就是 一直做到现在 然后现在的话 那这几天稍微要 之前的话一天都是一千多到两千多 我这个爹就是基本上都是我自己在弄 就是他在做 因为我父母是帮我帮忙就是打下下手 然后我们平时有时候不在家 到他们帮忙弄一下 平时他基本上都是我们在管理 他可以学都学了一万多块钱 哦 学炒菜就是 他可以学就是学 单独学这样啊 学这个菜回去 他们反正都挺开放的 不像其他老年人一样 你做啥他说能支持他就支持 不支持他反正他就说 他们管不了你这样 父母这块他就是这样 他就说你做啥就是说 你不要干坏事 不要做违反乱纪的事 只要你想着挣钱 福一点对点 他们都支持 其实年轻人的想法还是平方的 这个 两代人的思想观念 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对 受差也受 这个 募通不了嘛 募通不了的话 他这个 运行起来就是会 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 没人干涉 就是说假如说 你自己家一个人经营 没人干涉 你想怎么弄又怎么弄 这个也是要有一个 观念转变的过程 对老年人来说 他可能看到的更多是风险 但是对年轻人来说 他可能是希望有挑战 是吧 当这个整个的村子的发展到一定程度 在老百姓看来 这些 这个投资都不是事的 那我觉得 老年也会接受 当然这个是 已经 到现在来说 已经很大的 就从 当初我们在开始改造的时候 那个时候 老百姓根本不动于中 刚才我跟你爸还聊天 你爸说当时是最先打你们家的词 当时也想不通 对吧 当时也觉得 你这个 你这个好朋友贴上了直端 所以现在的话 应该跟以前比 那 观念的改变也很难 以前的话 你说让他家家夫妇 少自家院子 都你 嗯 现在我觉得家家夫妇 自己家的环境 还是做得很好 对 这一块已经 已经改变了很 好 这边做完了是吧 到这来做了 好 欢迎 那个 你们两家的交界 我们不抄他 我们也不压你这里 也不压那边 我们把尺寸放好一条线 要把老石头露在外面 对 可以可以 这边 这边你说这个 那个 陈老爷是说 你们这个要给人弃好一点 弃直一点 旁边有这个 嗯 听吗 那边也要弃好 好 解决了所有争端 豆腐房的施工 顺利进行 目前一到石墙 已经完工 工人们估计 再有两周 销售台也能做好 我觉得就是 村民在自我发展方面 我觉得还是有这样的一些意愿 但是呢 富足行动还不够 那这些方面呢 我觉得 同样我觉得也是需要有一个过程 乡村的改造 我觉得 主要还不是硬件的改造 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通过我们的改造 让这个村民呢 能够接受 新观念 能够 画被动为主动 让他们更多的了解自己的文化 自己的传统的价值 然后怎么样去发扬 去发扬光大 然后去发展自己的经济 美玉改造乡村 为乡村塑形 改变的不仅仅是乡村的外观 更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它所构建的和谐共生 正是引导乡村产生现代公共生活秩序的关键 那个穿越地要灌了 铲瓷砖灌谷底 不一股债来了个倒乱建筑市 这个整个墙都在这 在回访 曾经的吸血为何改成换面 智力非以保护如何激活传统记忆 从塑形到铸魂 如何再造物源 见证下期播出 铸魂版万村